好,大家好,这节课我们讲解如何删除镜像 删除的动作需要仔细思考一下 什么情况下的镜像不能删除 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下 这节课主要讲如何去删除本地镜像 什么情况下不能删除镜像呢 第一种情况是已经有容器使用这个镜像 已经被创建 第二种情况是这个镜像是其他镜像的负镜像 其实这个例外它不会提示说删除失败 这个不删除是为了保证 我们在做持续集成交付的时候的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镜像去构建的时候 都会去from一个负镜像 如果这个负镜像被删除了以后 我们构建就会失败 那么构建的时候它就会说找不到这个镜像 或者它会去重新再去拉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导致一些错误 所以说如果有其他镜像去基于这个镜像 它的负镜像的时候 我们这个镜像尽量不要去删除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人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执行删除都会进行的命运特别简单 就是都会IMI 删除镜像只会把当前主机上的镜像删除掉 不会影响有镜像仓库当中的镜像 就好比手机中的APP 我们把自己的APP删除掉 也不会影响到APP当中的APP 更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手机当中的APP 好,那么DockerIMI 这个后面可以去跟镜像的ID号 或者说镜像的名字都可以 然后我们看一下 DockerIMI 我们先看一下当前本地主机上有哪些镜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镜像是它的名称 这个是它的Tag号 这个是镜像的ID号 这个显示的是它在什么时间创建的 这个显示的是这个镜像的大小 好,然后我们去删除直线的命 写到块IMI 比如说我们想要把LPy这个镜像删除掉 那么直接输入 默认的话 后面这个镜像的版本号 它是Lattice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用去输入 如果说想要删除APP1.0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输入APP1.0 这样的话才能去删除掉 这个大家要记清楚 比如说我们要把LPy去把它删掉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呢 是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 LPy镜像的ID号是F70开头的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 看一下APP 因为APP我是通过LPy去构建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APP它的一个详细信息 那么APP它迹象的ID号是2253 可以看到2253PP C819 我们这个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重点看一下 它的附近像 它的附近像是F70C822 F70C821Pi 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我的附近像被删掉了以后 那我在构建这个APP镜像的时候 比如原先 这个附近像它是在的 那我直接使用这个镜像就可以进行构建 如果说这个镜像被删掉了以后 那我这次构建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如果这个附近像 它是在国外 那么下的镜像速度就会更慢 时间就会更长 所以说 如果有镜像依赖这个负镜像的时候 千万不要删除 好 这个提醒的大家 这个是第二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点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确认一下 有哪些主机在 容器是在运行的 通过到边PS去查看 当前本地主机 有哪些容器是在跑的 有哪些容器是停止了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天使用的是Ninx这个镜像去创建的 我们去 如果去把Ninx这个镜像去把它删掉 可以看一下 1.1.1.1 它就会提示 这个是叫强制删除吗 因为已经有容器 使用这个镜像创建了 如果这个镜像被删掉了 那我这个容器下次启动的时候就会失败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好比是 我现在比如说起来一个进程 我现在要把那个进程的二进程文件要把它删掉 这下次重启的时候 它肯定是起不来了 好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有容器使用这个镜像已经是被创建的状态 这个镜像一定不要删除 第二是镜像是其他附近镜像的副镜像的时候 这个镜像也不能删除 好 这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删除镜像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